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代表公司再一次多谢Job Market对Hilti的支持 连续三年我们取得卓越雇主大奖 上年经历了一年很不容易一年 公司上下很齐心 所以这次再一次取得这个奖 真是对我们一份鼓励 和一份很特别的意思 Hilti在香港的建造业界 一直都代表着很有活力 和经常带动了一些新的Innovation 给香港的业界 所以我们公司里面有很多新人同事 有些新血 但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很长期服务的员工 刚刚过去的一个Kickoff Meeting里面 我们超过30位的员工 总共有280年的一个长期服务在我们公司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我们能够做新旧共用 大家互相的体谅 有inclusive behavior 有diversity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独特之处 我们都明白到 同事个人的发展方向非常之重要 所以在去年 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online系统 叫workdates 当中同事可以透过这个online平台 可以很清楚地说得到自己每一年的target 我们叫mycontribution 和自己的发展路向叫mydevelopment 我们都鼓励同事透过这个系统去发掘到自己的长处 而到最后可以跟他的team leader 有一个很紧密的沟通 我们叫take action now 即是当他们有自己的发展路向的idea的时候 可以即时去跟他的team leader有一个反应 而导致到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情况之下 跟team leader很紧密的沟通 我们的frequent conversation 希望大家能够有相互的沟通 达到同事感受到自己的onership 在自己的career当中 原来公司可以留很长远的发展路向 为了增加公司管理层的透明度 和真正聆听到同事的声音 其实我们公司有不同的platform 可以真的做到相向沟通的效果 当中包括我们有我们每个月的town hall meeting 我们透过town hall meeting 同事之间可以听到公司在business 和people的发展方向 和真正可以同时可以问一些问题 可以给到管理层可以知道 究竟有些什么意见可以收到 而我们亦都有我们周年的kick off的大会 当中同事可以了解公司全年的发展方向 而在digital platform 方面 我们都有我们的team magazine 和我们的yama post 当中同事可以看到 在一年里面有什么成功的例子 和我们究竟有什么happy moment 在当中可以sharing 公司每年都会透过geos 我们的global employee opinion survey 去收集同事的意见 而在2020年 我们有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年 但公司上上下非常齐心 在我们的engagement score当中 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声幅 我们在这里都非常感谢同事 他们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里面 非常之上下齐心 而对公司是非常好的支持 我们公司是一间以人为本的公司 因为我们公司的销售模式 都是以和客户面对面沟通为主 所以人是我们最大的资产 尤其是过去一年 疫症当度 尤其是初期的时间 其实我们都很担心我们同事的安全 因为那段期间我们可能都有需要继续见客 所以我们在同事的保护措施方面 我们都希望再做好些 例如我们一开始 已经可以帮同事将来到口罩 搓手翼 漂白水 甚至眼罩 可以令到他们去面对客户的时候 有更加多的保障 另外有些同事 可能要在家工作 彈性上班的话 我们都有一些硬件可以配套去帮助他们 例如我们是全部的电脑 尽可能我们是升级一个新的电脑 还有我们的电话系统方面 我们都有升级的 令到他们在家 都可以好像公司那样去工作 和客户继续沟通 尤其是我们的客户 其实是一直没有停过工作 我们都不希望在这段期间 我们的自己公司的安排 而令到它的服务受影响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平衡 我们同事的安全之余 也都令到我们的客户 可以得到一般正常的服务 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 我们的客户 也会有什么 也会有什么 特别的客户 也会有什么 要来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客户